哈喽,大家好,这里是不像教人,我是小镇,养护茉莉花的朋友都知道茉莉花它有个外号叫做赛不死的茉莉 那很多朋友都觉得茉莉花在夏天是赛不死的 也有很多朋友因为听到过这句话,所以把茉莉花放在外面使尽赛 但最后赛出了问题,茉莉花被赛得枯枝枯叶了 其实说赛不死的茉莉花也是有依据的 茉莉花它是非常喜欢光照的主,在夏季也是可以全日照养护的 放在室外光照充足的地方,光照越充足它长势会越好 但是充足的光照还要保证充足的水分 夏季室外养护茉莉花千万不能给它缺水 缺水很容易被晒上或者是晒干阔 室外养护一般是每天都需要浇水的 或者是你等这个盆土表面干了就给它浇水,浇折浇透 平时可以经常往这个植树周围的喷雾来增加湿度 有利于叶片颜色保持翠绿 还有一点就是如果是长期室内养护的茉莉花或者是刚买回家的茉莉花 晒太阳需要循序渐进,不能一下子就放到室外养护 它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 如果环境光照突然变强,茉莉花很有可能会被晒伤 严重点就会被晒死 今天关于茉莉花在下期是否会被晒